哈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很多网友心中 何炯和仙娜就是黄金搭档 而何炯对仙娜的情谊更是格外的深厚 每每在大本营的舞台上需要表演环节时 何炯总是想到仙娜 一方面是因为仙娜确实出彩 一方面也是源自何炯对仙娜的后爱 本如本期大本营中 有一个考验嘉宾情商的游戏环节 题目要求是面对撞山的朋友该如何回答 而何炯首先想到的就是 让仙娜和女嘉宾盛英一起来 让两人表演出撞山的场景 仙娜一上场便各种摆姿势扭动作 简直搞笑到极致 仙娜摆了半天姿势 才被何炯催促着问出了问题 今天我们俩谁更漂亮呢 中间来了 何炯的回答是 先对女嘉宾说 你穿这个衣服真好看 转而跟仙娜说 你的好看跟衣服无关 看看何老师就是何老师 这个回答可以说是相当体现行商 基本上两边都没有得罪 既给了女嘉宾所演绎的人物面子 也给了仙娜一个高台阶 堪称是比较标准的回答了 然而信息在品读何炯对仙娜的夸奖 你的好看跟衣服无关 这句话可谓是敬险对仙娜的宠溺 看得出尽管这是搞笑的情景演绎 然而何炯却仍然对表演者仙娜 投入更多的感情评分 他们俩的感情真是挺令人羡慕的 按照何炯的意思 仙娜的好看与衣服无关 就证明仙娜本人是超级美的 跟衣装毫无关系 这也从对比面看出何炯的点评 对于仙娜的高度是要高于女嘉宾的 哎呀妈呀 何老师的一句答案却两种区别 对此著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在下方评论 喜欢的朋友点个收藏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啦 i got you i got you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